今天做這個是燒汁檸檬雞翼 很簡單的東西 雞翼洗乾淨 熔了雪 不用醃的 完全不用醃 洗乾淨 晾乾水就行了 接著就四分三個檸檬 如果你吃得酸的 可以放多一點 不過都很酸的 接著我這次有燒汁 所以用燒汁 就1比5的份量 1匙羹燒汁就5匙羹水 如果沒有燒汁 就可以用豉油 豉油和清水的比例是1比1 接著就1粒冰糖 首先就浸熟雞翼 水滾了之後就收小火 接著就放雞翼去浸 不要大火 不用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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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浸1至2個小時 浸了10分鐘後 差不多了 污漏的東西出來了 還有記得不要沸騰 一沸騰 不用沸騰 現在我先夾起雞翼 關火 待會再煮 現在煮醬 把燒汁放進去 然後加一粒冰糖 然後我可以放雞翼去 現在就由它煮一下 煮滾了醬汁之後 就反一下雞翼 務求令雞翼上色 煮到醬汁之後 煮到醬汁後乾 我們就完成了 現在還要煮一段時間 差不多了 醬汁開始溜 但是有個問題 烤的醬汁不太上色 所以我加少許老抽 先讓它上色 現在可以放一些檸檬進去 現在放一些檸檬進去煮一會兒 放一些檸檬的汁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可以放少許胡椒粉 然後放一些蔥花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上碟了 這個燒汁檸檬雞翼已經完成了 上碟了